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螃蟹味道鲜美,很多人都爱吃 现在又到了螃蟹一年中最肥美的季节 而且现在刚刚过完中秋国庆双节 螃蟹成为了不少朋友的送礼首选 有些朋友这几天收到太多的螃蟹吃不完 应该怎么样保存才能够鲜活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保存螃蟹 千万不要放冰箱冷冻啦 教你几个食用的小妙招螃蟹放7天 依然鲜活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第一,冰箱冷藏法 把螃蟹捆绑好以后 放进冰箱的冷藏室中 螃蟹保存 一是饱活二是饱肥 所以要做到低温静止不见光这三个条件 以降低螃蟹的代谢功能减少体内消耗 螃蟹放进冰箱以后 盖上一条湿布 这样一来螃蟹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 保存一周左右螃蟹依然鲜活 第二,室温养活法 把螃蟹解开绳子 放进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容器中 注意不要堆叠在一起 倒入没过螃蟹一半的清水 水量不能没过螃蟹 不然螃蟹会因为缺氧窒息而死 这里不用加盖 常温消放者 每天及时放水即可 这个方法呢 可以保存螃蟹两到三天左右 第三,营养维护 想要螃蟹不死不受 就要为螃蟹提供营养物质 把螃蟹解开 放在高一点的容器中 加入没过一半的清水 放入一些小虾米 或者是喂一些芝麻 鸡蛋加黄酒等等营养物质 这样可以有效的摧肥 这个方法 保存螃蟹鲜活的同时 也不会把螃蟹给养瘦啦 这个方法呢 可以保存螃蟹一周以上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保存螃蟹 千万不要放在冰箱的冷冻室 螃蟹不鲜活的时候 体内阻氨酸会分解成一种有毒的物质 螃蟹死亡的时间越久 这种毒性越大 而且这种毒性并不会因为 蒸熟以后而分解 所以不建议大家吃死鲜 关于保存螃蟹鲜活的几个小妙招 你都学会了吗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